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的手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都有剪 其实我觉得网球运动员 他最难过的地方不是手 而是脚 我们的脚地板 经常会磨出血泡 然后呢 水泡之类的东西 当地时间8月3日 在楼兰加洛斯的红土球场 年仅21岁的郑清文 为中国网球赢得了历史性的金牌 8月4日 记者在巴黎见到郑清文 回望这次奥运之路 和自己所经历的网球人生时 他说 在简单的时刻 都没有想过放弃 其实我一路走来 其实有过再艰难的时刻 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 就包括我 12、3岁时候输掉比赛 我爸爸会说气话 说打成这样就不要打了 我还会告诉他说 不行再给我一次机会 下一次我一定能打好 所以说我是一直那个 想要继续下去的人 因为我知道 不管我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我对网球的热爱他不会嫌 对 他是会让我流泪 他是会让我困惑 是会让我怀疑自己 但是我觉得 七起伏伏 可能更会让我感受到 胜利的美妙 可能会更让我珍惜 胜利那一刻带来的喜悦 在奥运会前的 WTA250 巴勒末战决赛赛上 郑欣文迎来赛季首冠 但他说那是父亲 并没有怎么夸他 而是说要好好准备奥运会 郑欣文告诉记者 对于他和家人来说 奥运会是比大满贯 更加重要的存在 昨天我比完赛之后 跟我爸爸妈妈通了个电话 我很少见的看到我老爸居然哭了 那个眼睛都是肿了 我妈在旁边说 你老爸这几天看你大比赛 每看一场哭一次 我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对这个奥运会 真的期待了非常多 然后我觉得这次奥运会的冠军 也给我带来了一些 就是压力上的减轻 因为爸妈可能在以后 会更享受我在网球场上的状态 就可能不再会 仅仅只是拒念于成绩了 13年前 中国选手李娜成为首位 获得大满贯单打赛事冠军的亚洲人 如今在同样一片场地 郑欣文成为首位 在奥运网球单打赛场登顶的亚洲人 郑欣文对记者说 他期待能像李娜刘翔一样 成为中国体育的引领者 他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这一次终于在巴黎奥运会 证明了自己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幻想着 我什么时候可以与杨明 刘翔 娜姐他们 巨头们成为并肩的存在 终于在这次的奥运会上 我证明了自己 然后呢我可以就是成为一个 跟他们并肩 甚至说带领网球新一代的人物 觉得这是我感到很荣耀的事情 网球最好的一点就是 他永远都有比赛 每一年我们都有比赛 每一年都有更大的 就是困难 更大的山坡等着你去战胜 奥运会是我的梦想没错 但是我还有其他的梦想 等着我去实现我的目标 我的梦想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 implemented 在这里的梦想 我们以来再做这个梦想 说